画面上是市府参议杨贵杰代表市长谢国良 来参与112年基隆市运动会的筹备会现场 与会的还有教育处副处长陈淑珍 安乐区长简易哲及市议员秦珍等贵宾 主办单位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景舟说 今年的全市运动会扩大举办 6月3号将在建德国小举办开幕典礼 疫情过了以后我们可能要扩大办理 因为今年包括有我们的七位竞赛 球类有六项球类 桌球 篮球 半数里球 球球 还有我们的保龄局 还有圣经障碍 还有我们基隆市所有的这些武艺 包括国立政案舞 土峰舞 延期舞 还有我们的楼梨球 还有所有基隆市政府所属的各机关 包括港务局 协和还有我们的社区 这支社区金融市的各社区发展协位 要组成777队 还有我们的旧口团各居的最后党团团团 差不多起来有3千多 体育会表示 项目多元的基隆市运动会 从民国80年开始举办 带动全民运动风气 今年将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预计超过3000人来参与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